丰盛吧 丰盛吧 吃完这个早饭 就要回江西了 妈妈有点舍不得 多吃一点要吃饱了 不然路上就只能吃泡面了 好嘞看一下有什么 我有妈妈 骨头汤 鱼 鸡子 还有这个腊鱼 这个是羊干鱼很好吃的 我的最爱辣椒炒肉 妈妈肯定要吃你最爱的菜 我也来吃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香香 时间过得很快 现在我们就要回家了 收拾东西 这就是要带回去的棉被 有儿子的 有我的 也有爸妈的 就是把这个棉被带回去 因为这边的棉被比较暖和 我们带回去用的时间比较长 然后也比较耐用 现在就要开始搬了 搬了 你要搬好 不搬好 还放不成 来 哈哈 妈妈搬这个 那个十斤的 是我 是我盖的 又怕冷 特地带那个十斤的 那个七斤的是给我 儿子的 那个七斤的 我来搬 我这一只手还是搬的动的 就放在后座上 我们这次后座反正也没能做啊 哈哈 可以带棉被回去 温冷了整个冬天呀 这里面有鸡鱼 也有鸟子哦 妈妈 还有鸟子 整个妈妈都给我装了 要带回家了 带好多鱼回去 这是我见过最多的干鱼 这是鱼 还有这个是我们家自己种的 石榴 自己种的石榴 妈妈保存至今 保存了一个月了 从树上摘下来 这都是好的 个都不大 但是喂的还是可以 哎呀 放进去 妈妈说你后备箱太空了 还要再塞一点 还带点这个高粱回去 其实高粱就是甘蔗 就荆州话喜欢说是高粱 这甘蔗自己加的比较甜一点 我们拜几节 哎不搞那么长了 怕放不下 哈哈 试一下看呀 比较尺寸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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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了点不 长了点点 看着两节没的事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我记得每次回家都要带一点这个甘蔗 波哥 我们现在就变成土北了 土北进村 哈哈 鬼子进村 土北进村 还可以砍两个 还砍呀 不砍的 够的 哈哈 妈妈说甘蔗砍少的 他看着你后备箱还空了 一定要塞满为止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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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塞满不让走 哈哈哈 不要不要了 妈妈看我们后备箱还没有塞满 又去砍干涉了 确实要把后备箱塞满了 其实我们棉被已经带了很多了 今天的棉被是不发愁了啊 波哥 嗯嗯 还好今天天气还不错 应该中山风景也挺不错的 晚上就可以到江西了 其实 我们现在就是在家里嘛 然后 呃 不管是去湖北还是去江西 反正就一脚油门都是也挺快的啊 对啊 那个是你要说你两根的啊 你是两根 嗯 一般我都趁开一道 她都还ice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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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鲅像аныius这边摆 left 是吧 嗯 有人摆着斥滚 Ave Morning 吃这么安爽了就很甜啊 More like 好 我把水出去了 刚才奶奶我看完око你在哪里 把这个耕 bisa 来 给妈妈 给妈妈啊 拿着拿着拿着给奶奶 都是给奶奶买的吃的 我们回去了啊 妈 你快点啊 奶奶奶奶看着奶奶来 奶奶 下次再下次下次再回来啊 那里面就回来啊 不要你不给吃的了 不给吃的了 都是给奶奶你买的吃的 妈妈你手上都回给奶奶啊 我们走了 奶奶 保重生理啊 拜拜 好的好的 拜拜 我们要出发回去了 给奶奶就是回来的时候买点吃的 然后奶奶一直往我车里塞 哈哈哈 老人家就是这样子的 不守得也要回去了 拜拜啦